离武大道应该比较近 我看地图上写只有1.7公里 所以说明天的话我们可以早点起来 然后去步行到武大道去看一下 大家好 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拍视频了 今天准备去天津 然后的话 其实上周的话 我已经出台到哈尔比了 但是由于工作太忙了 就没给大家拍这个相应的视频 但是这次呢 去天津的话 希望能给大家拍一些视频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人呢 沈阳北站这个人真的是特别的多了 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个状态了 我记得去年我12月份 去年12月底的时候 我出过一次彩去大连 然后的话 那时候沈阳北站的人特别的少 但是现在的话 基本上人非常的多了 然后今天我来的早了一点 正常应该是3点半的这个火车 我现在是2点半左右 然后提下来一个小时 然后现在我想找一个座都找不到 所以现在这个人特别的多了 那我们现在找一个空座吧 然后等车 人呐太多了 找个空座都不太容易了 基本上没有空座 然后现在我在离我后车口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找到了一个座位 然后我们就在这坐一会儿 然后后车吧 准备检票了 这人好多呀 检完票了 现在是5车 我得找到12车 这人太多了 继续走吧 这港道7车 前面是8车 我走到12车 马上就到了 这是11车 前面就是12车 爆了 好满啊 上来了 需要坐4个小时 那一刻 我开了下着暴雨的云朵 闪电劈开了 你和我不再交双 光影交错 那就再做一只梦吧 随风掉了地的鸳鸯 那就再做一只梦吧 解放双手不用撒浆 那就再做一只梦 双手放不动跟我来跳动 耶耶 忘了所有同久迷都可供 开了一个小时呢 到潘东北来 上韩国人吧 入关了 到青黄岛了 青黄岛了 青黄岛了 到汤山站了 各位 经过4个多小时 我现在终于到了天津了 我现在是在天津喜站 然后 我们现在就出站 然后坐地铁 出站 这边有炸鸡 出站 还有个单向出口 哇 太压了 两道 这还有一道 出站了 出站了 我们去地铁 准备要坐地铁了 坐地铁了 准备坐地铁了 然后我们坐6号线 然后到北站站 然后再换乘3号线 就到了 大家如果经常在北方城市活动的话 我强烈建议 大家在iPhone手机里面 这钱包里面 添加一个 金金记一卡通 然后这样的话呢 不管你是在北京啊 天津啊 还是说在河北啊 然后或者是东北的这个 沈阳啊 大连啊 哈尔滨啊 都能使用这个 NFC 然后直接就坐地铁 坐公交 就不需要再买票了 特别的方便 这个如果有iPhone手机的话 一定要添加一个这个 准备坐车了 地铁 6号线 是因为快到8点了吗 感觉天津的地铁人好少 这整个一个车箱里面 基本上都是空座 人在这特别的少 在北站换乘3号线 然后在3号线 现在我们要从北站 然后坐五站到和平路站下车 然后就到旅馆了 换乘3号线了 在我离开地球那一刻 拨开了下着暴雨的云朵 三点劈开了 你和我不再交错 光影交错 到和平路了 然后上去在地口 然后走应该是200米 就到旅店了 出站 我们从地口出 现在从地口出来了 这居然是一个沟中心 然后旅店应该就在这附近 然后我们去找一找 好快 就在这个和平路三业街的头 在那就是我订的酒店 汉庭酒店 感觉这个旅店的话 还挺有民国风情的 我订的旅店就在这 这个汉庭酒店 然后这居然是一个三业街 我订的时候 没想到这是个三业街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三业街 然后我就随便就订了一个 然后主要订这个酒店的原因 就是说 离五大道应该比较近 我看地图上写 只有1.7公里 所以说明天的话 我们可以早点起来 然后去步行到五大道去看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入住了 这就是汉庭酒店 我们准备入住吧 称哪儿近 这儿推 这个旅店还真的挺有民国风情的 各位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住的这个房间 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房间 然后呢 这儿有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就是卫生间 然后这儿 是一个干四分里的一个浴室 然后我订的时候 他说是有床的 但是其实这个确实是有床 但是它却是一个内床 各位可以看看 虽然是有床的 但其实是假的 这个是一个天井 然后这边是看不着外面的 所以说它是个内床 说实话 刚才我还没有注意 这个 这个洗手间真是太小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洗手盆 也就两个巴掌大 太迷你了 其实我对住宿的这个要求还是很低的 这个有一张干净的床 睡就可以了 至于有没有这个洗澡的地方 或者是有没有卫生间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就算共用的了 这些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房子感觉还是不错的 现在都穿单完毕了 然后我们准备出去找点吃的 确实是有点饿了 这个星巴克还是挺有特色的 感觉很有民国的风情 然后我下楼到这个山叶街逛了一下 我才知道 其实我住的就是圈叶场 哈哈 这个已经好近了 下楼就是圈叶场 然后今天也不知道吃什么 前面有一个麦当劳 我们就去吃麦当劳吧 然后买一点麦当劳 然后打包回到酒店去吃 哎 走到了麦当劳 现在是9点多了 然后人家闭店了 不卖了 我们再去看看别的事的吧 哎 各位最后要了一个牛肉炒面片 实在是太饿了 从中午12点 一直到现在晚上9点半 一直就没有吃过任何的东西 确实是有点饿了 然后 嗯 范茄味的 味道非常好 各位我先吃过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在我离开地球那一刻 我开了下着暴雨的云朵 闪电劈开了 你和我不再交着光影交错 在我离开地球那一刻 我开了下着暴雨的云朵 闪电劈开了